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ERK收集阿帕奇的web服务器的访问日志 其实现在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用途 因为我 跟一个哥们聊,因为他就经常玩ERK 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用他来收集网页访问 来分析对网页访问进行统计 当然了对网页的攻击也可以通过ERK来进行分析 OK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他的一个比较大的用途 而且 他内建的这个 分池其实就做得非常好 不像ASA这样还需要自己去配 然后可能还需要自己做分池 但是这个阿帕奇的这个 网页访问的这个日志的分池是做得非常好的 OK Nginx也是一样 他的分池也做得很好 我们今天是一个阿帕奇服务器来做一个实例 OK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阿帕奇的这个 渗透S已经起来了 那么 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我以前讲网页的 协议的时候那个服务器 当然网页安全其实也是用这个服务器 那我一会就在这个服务器上来做 这是应该是讲网页安全的时候 用到的 我们可以 可以 这一会儿呢我们这就可以制造相应的一些 流量 OK 当然了现在呢我只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器在这没有问题的 好下面呢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依然是需要去装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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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stash 依然要装这个logstash OK 当然依然要配他相应的这个样的元 OK当然这个我就不配了啊 依然要配这个样的元跟开始是一样的 那么我依然是为了省事 提高速度 所以说呢我把这个要装的这个logstash的这个文件 这边RPM文件其实已经放到了他的这个目录下面 其实也就是要装一个logstash 当然为了装他呢 其实还是要配一个元 再看一下啊 就是依然要配这个元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 在线的去装这个logstash 我这儿呢当然是本地就已经有了 装完之后呢我们依然来测一下回显 这个做完啊我们来先测一下回显 稍等会啊 每次都很慢 说到这儿我们来 这给你起来 Test QiT OK 什么问题啊 好下面呢继续要做这个 配置 依然要做这个logstash的配置 当然了这个 Apaq的webaccess就比较简单 他有一个类件的这么一个功劳 首先呢你要找到这个日子的所在的这个目录 这是一个输入 输入呢就不再是 在TCP或者UDP514 装口上来监控啊 来收集 别人发过来的syslog了 这个时候呢 是怎么办呢 你看一下logstash呢是在这个Apaq服务器上装的 所以呢我们直接把Apaq服务器上的本地的这个日子文件 作为输入员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是syslog作为输入员 也可以呢是一个日子文件作为输入员 这就是logstash的一个 比较强大的地方 既可以收集 syslog 也可以呢直接把本地的一个日子文件 那么作为员 作为输入 然后呢这个有专门的 类件的用于Apaq做一个分池的这么一个这个过滤器 专门 来做Apaq的这个日子的作为分池的这么一个过滤器 这是类件的 OK然后呢发到这个 Unasticsearch上面去 这是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首先呢我们可以去创建这么一个 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放什么地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重要 好我把这个里面的内容贴进去 OK OK那么这个做好了之后呢下面呢你就可以把它在后台运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日子发到 这个 这个ES上面去了 等它起来啊 等它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制造一些 访问 制造一些网页访问的日子 然后呢在那边可以查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制造一些 流量啊 随便制造的流量 随便制造的流量 这是我的网页安全的时候 的一些东西 本来的一个网页 好基本上就访问一些了啊 我们大概也意识到了就可以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继续到Kibana的 Management 新建一个索引 我们新建一个索引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Apache Access Log OK 这已经过来了 所以为它做一个Log 索引 体配这么一个前缀的日子 依然基于时间 好这个做好下面我们继续到这个Discover 好我们这可以切一下 OK同样可以看到相应的日子 OK 好这儿你可以去设置一个相应的刷新的周期 然后看一下 最近多少呢比如说我们最近就一天 相应的日子 OK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Apache的分次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它自动做的分次 OK 路径 Request Response 然后这应该其实就是Method OK Client IP 然后User Agent OK这是Apache的分次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好还可以自己做分次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相当于这个两个重要的数据员 其实现在我们 收集信息的都已经有了 在Kibana这边都能看得到了 后面呢咱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 怎么来做过滤 然后分析日子和如何展示给客户看